另一位台南民众则用更尖锐的词语 对外地游客提出质问 一堆店都被观光客搞砸了 然后搞砸完才在那抱怨难吃 你们都不要来就不会难吃了 身为美食之都的台南 一直以来以期特有的乡土美味 吸引大批的观光人潮 然而 近日有网友在PTT发表文章 指出自己十年前 与现今在台南的美食体验 有了惊人的落差 这篇贴文引发热烈的网络讨论 也使得台南的美食地位面临到质疑 根据该名网友的发文 他十年前第一次造访台南 对于蒜头猪脚 卤面 寿司 湿木鱼等特色美食 留下了深刻的美味印象 然而 他去年再度造访台南 却发现记忆中的美味 已经变得相对普通 甚至在他的言辞中 透露出了对台南美食的失望 他在贴文中问道 我不知道是我的味觉变了 还是台南的食物真的变普通了 此篇贴文很快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共鸣 他们也指出 随着观光客的增多 许多知名的店家的味道都有了变化 有些甚至大打折扣 一名网友更是愤慨地表示 以前最爱一间肉圆店 上次回去看新的老板在那边划手机 肉圆味道一塌糊涂 然而 也有一部分的网友质疑 这样的评价是否公平 他们提出 十年只吃一次 能够准确地评估味道的变化吗 也有人认为 或许是该名网友经过这些年 吃过的美食变多 味觉变得更加挑剔 另一方面 这篇贴文也引起许多台南当地人的不满 他们认为 许多美食店家的味道变差 都是因为被观光客搞砸 他们感到不解 为何有人愿意花时间排队等待 却又要抱怨味道不如以前 一名当地人直接表示 真的不要再来台南了 爱排队又爱闲是怎样 另一位台南民众则用更尖锐的词语 对外地游客提出质问 一堆店都被观光客搞砸了 然后搞砸完 才在那抱怨难吃 你们都不要来就不会难吃了 许多PTT上的网友看到新闻后也表示 观光客不去 台南GDP会跌倒 比蓝宇还低吧 台南人吹老半天 结果米其林没半奸 只能自害办自己的 台北房价变高 是不是难不再害的 台南也太容易生气 南部人连单单都能跑 你对他们味觉有啥期待感 随便弄弄也一堆人排 自然就越来越差了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按赞讯栏连结 做回红创作者